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提到美中贸易和朝鲜问题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我们请记者黄耀义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 耀义 是的 林森 我们知道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这个中国打算要在两会之前呢 要来修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来废除这个国家主席这个任期的限制的规定 那么对此呢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 就有人问到了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 萨拉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对这样子的 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桑德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怎样做对国家最有利 这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但是正如你所知 川普总统在竞选活动中多次谈到了任期限制 这是他在美国支持的事情 但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来决定 是的 我们知道去年在十九大之后呢 习近平将许多的权力积在自己身上之后 川普总统还特别恭喜习近平主席说 他得到了这个非凡的卓越的提升他的权力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与州长大会见面的同时呢 川普总统也在这个州长大会上特别提到了美中之间的贸易 并且呢 说他很尊敬习主席 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中国变得强壮 你看看 年复一年成长都是这样 好几百年来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 顺带一提 我对习主席有极高的尊敬 所以我不怪他们 也不怪墨西哥 我责怪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多年来做得很差劲 是的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习近平他们 中国共产党打算要废除这个任期限制之后呢 在今天川普总统对习主席还是有非常多证明的话 包括了还在讲到美中贸易还有朝鲜问题的时候 还有再度的称赞了习近平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来谈谈中国 我们去年大概于中国贸易损失了5040亿美元 我认为习近平是个很独特的人 他正在帮我们处理朝鲜的事 对了 朝鲜想要谈 就像你昨晚听到了一样 我们也想要谈 但只有在对的条件下才谈 是的 那在这方面呢 在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似乎是川普总统对于习近平主席比较颇多为辞的一个部分 那么现在也知道呢 将在明天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刘鹤 将从明天到3月3号之间 应美国政府的邀请到美国来谈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 那到时候呢 双方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成果 美国之音也会继续为您加强报道 好 谢谢姚依 这是记者黄耀义在白宫的连线报道